平民版坦克500 咖啡厨杀回来了 人家不仅是平民版坦克500 而且人家确实是用这个坦克平板打造的 所以说呢 它的这个越野性能呢 咱们不用担心 而且在十年之前呢 其实它的越野性能 就已经被无数人所验证过了 要不然也不可能重新杀回来 然后咱们来来看这个外观 我看网上有说 金刚跑加了一个壳 在侧面看 它是不是非常大非常的长 它可是比Half H9还要大上一圈的 它全车的整车车长呢是5.19米 整车的轴距呢是3.19米 非常大了 听说把第二排放倒以后呢 就是一个超大的一个大床 而且它的动力组合呢 是气柴油 都是20T加8AT的一个动力组合 在这个车出来之前呢 我还有想过 它不会也要用那个6AT 否则6AT就有点差事了 没想到它真用了8AT的动力组合 这个我还是要给它点赞的 它采用的是前双插臂独立悬架 和后多连杆整体桥非独立悬架 这样的一个动力组合呢 就让它兼顾承载性的同时呢 还能兼顾舒适性